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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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德里格斯说他能听到两英里之外的爆炸声 他说我真的以为是飞机爆炸了 所有警察都没有受重伤 据报道有三名警察受轻伤但伤势不重 尚不清楚周一晚上爆炸发生什么 牵引人在里面做了什么 萨维奇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还有其他人在富士工艺里 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警方表示对爆炸情况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酒烟和火器局表示 联邦特工和联邦消防调查人员在现场协助调查 爆炸发生在阿灵顿顿北部的布鲁蒙特社区 那里的许多房屋都是富士住宅 一名名叫James Young的男子在公开记录当中被列为房主 他在自己的领英账户上多次发布偏制的帖子 三天前他在一个帖子当中怒骂他的隔壁富士公寓的邻居 邻居威尔逊说 Young是一个隐居者 他用铝箔遮住了窗户 据威尔逊说 几年前这所房子挂牌出售之后 又拿着刀赶走了潜在的买家 房地产记录显示 该房屋于2021年底从市场上撤出 来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 农业部近日宣布 纽约州食品公司Pale Paltry Crop 正在召回700多磅 可能被单核增生里斯特军感染的 即食牛肉和家禽产品 根据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 上周五发布的公告 他们接到制造商的通知 称一些冷盘 火鸡鸭肉和鸡肉香肠腌牛肉和高端酱料 可能受到污染 农业部称被召回及时产品的包装日期 为2023年10月25号到2023年11月20号 包装上的农业部检验标志内 标有EST P44121的机构变号 这些产品被运往新泽西州 纽约州和宾州的零售和餐馆销售 该机构表示目前还没有因这些产品引起的疾病或不良反应的确诊报告 李斯特军是一种传染病一般由进食受李斯特军污染的食物营制 每年约有1600名美国人感染造成约260人死亡 CDC称孕妇及其新生儿65岁或以上的成年人 以及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最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 李斯特军的症状包括发烧 肌肉疼痛 头痛 颈部僵硬 精神错乱 失去平衡和抽搐 有时还伴有腹泻或其他未肠道症状 这种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 感染李斯特军的孕妇通常只会出现发烧和其他流感样症状 如疲劳和肌肉疼痛 但感染会导致流产 死产 早产或婴儿出生之后的并发症 农业部敦促食用被召回食品并出现症状者及时就医 该机构表示他们担心一些产品可能存放在消费者或餐饮商的冰箱或冷柜当中 建议不要食用和提供 消费者应将这些产品扔掉或者是退还到购买地 来关注梅西百货凶案 费城一家梅西百货周一发生一起因偷盗引发的血案 警方称一名男子在被保安发现偷窃之后带刀返回现场 导致一名保安死亡 另一名保安受伤 警方称周一上午11点左右 一名嫌疑人在中心城地区的梅西百货一家店铺偷帽子 被保安抓住并收回了商品 据介绍嫌疑人离开商店 但于15分钟之后返回 刺中一名30岁的保安的脖子 并在另一名23岁保安试图干预之后 刺中了后者的脸部和手臂 警方称30岁的保安在被送往医院之后 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23岁保安目前情况稳定 据悉还有第三人受伤 但此人的身份和情况还不清楚 运营费城地铁的宾州东南部交通管理局称 协议人在行凶之后逃离了现场 并将一把刀扔在了附近地铁站台的铁轨上 不久之后 协议人在肯兴顿街区的萨莫赛特地铁站被捕 想轻松省心开餐馆 找时刻通电话接单送餐吧 生意提升20% 首月免费试用 快拨打888-206-3982 来关注纽约的一起案件 纽约警方周二称 他们正在搜捕两名涉嫌在皇后区四家水疗中心 实施一系列暴力抢劫的男子 警方说11月26号晚上11点10分左右 两名男子带着枪和刀进入雅买加大道的一家水疗中心 据悉他们在逃离现场前 从三名受害者那里偷走了5000元现金和手机 在第二起事件当中 一名男子在上周六晚上7点40分左右 进入自由大道的一家水疗中心 手持枪支向一名女子索要现金 警方说当受害者试图逃离时 嫌疑人将他陷倒在地 用枪托抽打他的脸 然后偷走了他的手机和700元现金 受害者因脸部和腿部伤势 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据警方介绍 同一天晚上8点39分左右 一名男子进入皇后区的另一家水疗中心 手持枪支向一名女子索要财物和现金 他随后试图性侵改名女子 据悉嫌疑人还开枪击中了这家水疗中心 另一个房间内的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被送往附近医院急救 情况危急 最近的一起事件发生在周一下午3点40分左右 当时一名男子进入亚买加大道的一家水疗中心 用枪胁迫一名女子带他进入一个私人房间 警方称在房间内 该名男子被控性侵受害者 并将枪对准了他的头部 警方称 协议人据称从第一个受害者那里偷走了190元 并从另外两名女性那里偷走了更多现金 这两名女性也受到了枪的威胁 警方呼吁知情社可以拨打纽约市警 纸碎热线8005778477 所有消息来源均将保密 风靡中国的海底捞的舞蹈科目三 也火速席卷到了纽约 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他们跳得怎么样 我们有看到国内的海底捞 有开始跳这个舞 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从海外 那咱们从咱们开始 感恩节那天24号那天 是正式开始的 然后当时我觉得抱着一个比较好玩 就是又刚好就是节日气氛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开始这个演出 主业的话其实是拍视频和拍照 做幕后这一方面 之前有当过舞蹈老师 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其实蛮快的 其实我们就看了视频过了几遍 然后第二天就直接开始了 其实我们有来自墨西哥的几个服务员 他们也在练习当中 很惊艳 除了吃美食之外 还有这么高度的娱乐效果 我是第一次来很特别 很有中国的味道 真的印象很深刻 大家都跳得很棒 特别是我们这个美女跳跳舞跳得很有很英俊很潇洒 爹爹跳得特别好 然后和国内的那种氛围感是一样的 而且就感觉来吃海底拉好像回国了一样 视线转向美西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美西野火的频率和猛烈程度抵消了过去20年来空气质量的改善 根据周一发表在柳叶刀行星健康期刊上的这项研究 从2000年到2020年 西部地区的空气污染因火灾而恶化 在此期间多导致了每年670人的过早死亡 科学家们表示 他们根据卫星数据和500个地面空气质量监测站得出了污染物浓度和过早死亡估计值 研究人员还是注意到污染水平逐年大幅波动 并解述说这些变化可能归因于野火发生率的上升 此外由黑碳组成的PM2.5的比例 在研究期间在美国每年显著增加2.4% 作者将其主要归因于西部野火 科学家们表示 在消除与大火相关的异常值时 他们发现PM2.5总体浓度显著下降 研究显示 与西部地区不同 2000年至2020年期间 东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没有出现重大下降 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也受到了野火影响 但该地区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直接的健康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